桃園市长郑文灿接下布条捷运工程局正式上路 配合捷运绿线今年动工也为扩大输运版图 各项工程也都起跑 捷运绿线中立延伸段将完成可行性与综合规划 归三中线进入行政院最后核定阶段 师傅也提出绿线大溪延伸线 而三阴线的八德延伸段也进入交通部审查阶段 桃園中立航空城三大都心 一共有六条捷运系统 分别是机场线、台铁地下化、龟山中线、大溪线、中立线、三阴线 桃園捷运以三星六线为发展核心 绿线捷运计划全长27.8公里 行经八德桃圆卢主与大圆区 沿线将设21站地下断约12.5公里 高架断约15.3公里 预计今年陆续开工 立平113年底起陆续同车 北北桃之间会形成一个小时的轨道生活圈 那我们总体的负担 这些六条路线如果全部都核定 全部都推动 那么我们总经费扣掉铁路地下化以外 会大概有2000亿左右的经费 年底大学倒数 郑文燦拼连任 积极兑现承诺 但能否如期串起北北桃一小时生活圈 还考验市长的推动积极度 欢迎新闻 我们陈明燕许国豪桃园报道